鲁啦啦 鲁啦啦 鲁啦啦啦 鲁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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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南坡 进去看看 你为什么来大南坡呢 为什么大南坡 为什么没服务 我是来大南坡工作的 大南坡比较好 大南坡比较有那个历史那个意义啊 是不是 因为现在到了秋天的季节 大南坡非常美丽 我也不知道 就想来看看呀 你不觉得大南坡特别吸引人 越呆越喜欢 每一个细节都特别让你觉得 值得去 欣赏 去琢磨 去认真的去看 因为我喜欢这里的 我这次来是工作 因为我是从福建来的 是东南卫视 这一次呢 我们是到这儿来 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用 我们的镜头来记录 大南坡的变化和大南坡现在正在做什么 就是记录一下现在大南坡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刚过来 然后刚才去看一下图书馆 还有这个宗词 目前孩子正在这个游乐场 对孩子来说游乐场可能是对他们的吸引力比较大的地方 是 我拍 我主要是拍这里的人文 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们的生活 日常 我想反映这个大南坡 这种 这种文化体育的一些东西 来大南坡看到这些建筑有什么感受 感受 感受会 光荣会自豪 区比较大的 这个地方挺好 挺好的 里面什么书都有 现代古代那个相结合比较有特色 我对大南坡的图书馆的感受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小朋友 有机会可以读到很多 就是现在最新的书 最新的绘本 如果是在城市里面 可能这样的建筑 大家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形式 但是在乡村如果有这样一个酒馆的话 应该是 我觉得是应该是特别特别有特点吧 很多人来这都很喜欢 首先呢 来之前知道这是一个村 但是来了以后呢 这个样貌跟我想象中的村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的老家也是在 黄河平原上 那这跟我老家的村有一些区别 区别在于 这里有 比较现代的一些 建筑 但是呢 它是穿插在我们 老房子 老民宿中间的 就是好像又有新的 好像又有旧的 已经改变了对 旧村的面貌的那种刻板印象 有一些 新的事物 我刚刚到的 我才刚刚来这里 感觉咱们的大南部的乡属人情 确实比较满 保留着这个原汁原味的 乡愁 买个东西呀 现在我们又能买石子呀 能买核桃呀 是一个乡村吧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乡村建设 做得特别好的 现在习总书记说要 振兴乡村文化嘛 我觉得 大南部 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在 河南交作 成为一个典范 我觉得 非常非常 你对大南部的建设 有什么 建议 没建议 希望它可以那个 越来越发展越好 我的建议呀 我的建议就是说 可以多去和外面做一些交流 然后来看 怎么把我们的大南部 建设得更好 更漂亮 然后吸引更多外面的人 到我们大南坡来 谢谢 跟我们形成交流 我开个这个 结设到最后 再多一些可以和 来的客人的一些互动的项目 让别人来到咱们村里以后 能有很多能够参与的 一些活动 保持这个风格 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嘛 很久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 作为北方人来说 首先乡村让我感到很亲切 很温暖 像牛爷家这个小院 感觉很舒服 很像我自己老家的小院 那同时呢 又有一些满足我现代生活需求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图书馆 我进去转了转 我觉得文化气息很浓 比如说展览馆 可以看到 我们乡村一个文化和生活的一个缩影 那这就是普遍在城市当中 遇到的这种展览馆 它可以在小的空间内 短的时间内更快的了解 乡村的一个发展 同时还能满足我平时日常的生活需求 比如说我现在我有喝咖啡的习惯 我有吃一些精致小菜的 这么这种 比较小资的情调 在这里也能满足 如果来一两天的话 我觉得或者来两三天一个礼拜 生活上也不是问题 情感上也可以得到一个放松 都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这里首先是个山村 我觉得有山村自己的特色 还有比如说这是个中词 虽然它很小但是它很完整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图书馆 还有一个比较 应该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都比较有特色 导存的很完整 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了 感觉这个地方 其实建设好 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对 最近大南坡 现在这个建设 我感觉就挺好的 村落还有一些 新建的一些复古东西 给分下归类 转眼来人 别的人一到一看 不知道哪一片哪一片 比较好耿一些 像我本地人到这 我也一头蒙 我不知道哪些是些属于景点 哪些属于村落什么的 谢谢 谢谢叔叔的配合 没关系 请对大南坡的建设有什么建议 真是不会发展的 哪些人 好的 是我的天 他最爱 没关系 是我的天 他最爱 是我的天 你 是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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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